俄乌戰爭將滿一年,美國總統拜登出訪波蘭 途中無預警驗訊烏克蘭基庫 與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會面 外國猜測拜登在敏感時刻 到訪處於風火邊緣的烏克蘭 難道不怕越襲或引返俄乌爭端? 根據《紐約時報》報道 原來在拜登抵達烏克蘭前幾個小時 白宮已預先知會俄羅斯 美國總統將會到訪烏克蘭 以此消除與當地進行行動的俄軍 發生衝突的可能性 報道亦引述白宮官員時 這次秘密訪烏的行程其實已計劃多個月 直至2月17日才正式拍板到訪烏克蘭 而在這段期間,就算華府內部 亦只有少數官員之情 報道亦指,拜登前往烏克蘭途中 有少數記者獲准同行 但手機都被沒收,亦需要發誓保密 而且等到拜登抵達烏克蘭之後 只能向其他記者發出簡單通告 不准詳細描述拜登前往基府的細節 直到拜登離開烏克蘭